穆罕默德、法拉赫、爱迪德是历史上著名的索马利亚军阀 爱迪德生于1934年,早年被总统穆罕默德、西雅德、巴雷晋升为将军 1991年,爱迪德受到总统迫害,所信领导亲信建立武装 组织索马利亚联合大会,将总统推翻 控制了索马利亚大部分领土,包括首都摩加迪沙在内 但此后索马利亚联合大会分裂 爱迪德与另外一个首领阿里、马赫迪各自带领一批人马开打 争夺摩加迪沙控制权 整个索马利亚也随即成,为野心家和军阀混战之地 爱迪德则成为索马利亚最有影响力的军阀 默罕默德、巴拉赫、爱迪德、默罕默德、西亚德、巴雷 因为索马利亚战乱和严重的饥荒问题 联合国开始派遣维和部,对介入索马利亚事务 但因为美国的因素,这些维和行动渐渐变质 成为带有政治目的的军事行动 美国人希望解除各派系的武装 扶植一个西方式的索马利亚政府 这就使得以爱迪德为首的各个武装派系十分反感 开始武装对抗维和部队 爆发了多次针对以美军为主力的维和部队的城市游击战 其中有一次著名的摩加迪沙之战 让美军损失惨重 阵亡美军18人 另加一个马来西亚驾驶员 后来该事件还被拍成了好莱坞大片 黑鹰坠落 曾让美国人非常头疼 黑鹰坠落海豹 儿子是美军1995年6月 爱迪德自封为索马利亚总统 但基本上不被国际社会认可 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爱迪德一直跟美国人过不去 其三子海山 穆罕默德 法拉赫 爱迪德通常称为小爱迪德 却早就加入美国国籍 并且从1987年开始 就一直在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服役 中式军衔 其间因为美军在索马利亚的行动 就是对应黑鹰坠落 里的那次 小爱迪德还被派到索马利亚担任翻译 因为他是美军中唯一一 各会讲索马利亚语的人 所以其人的立场非常微妙 1996年8月2日 爱迪德在战斗中遇刺杀受伤去世 小爱迪德旋即被推选为继承人 停止在美军中服役 回来担任其政权的总统 当然该投钱也没有获得国际社会认可 话说这位小爱迪德 角色转变之快 真让人目瞪口呆 pray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